除夕夜 家中欢声笑语 我妈笑着 别众人派发红包 我兴高采烈地接过红包 而嫂子却泪流满面 突然提起要与我哥分手 她哽咽道 一个将来要嫁人的小姑 平日里都是我在照顾 怎么还有脸拿红包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然而 当我们谈及我名下的 三套拆迁房 该如何分配时 嫂子的态度瞬间变得坚决 我要一套 我妈要一套 我弟弟再要一套 如果不给 我就让你哥和这家断绝来往 真是可笑 断就断吧 毕竟 我哥其实并不是 我爸妈的亲生骨肉 除夕夜零点的钟声悠扬响起 妈妈笑容满面地 拿出了精心备好的红包 她公平地给了我和嫂子 各一万块钱 作为新年的祝福 然而 当我显然接过红包的那一刻 嫂子的脸色骤蓝一变 阴沉了下来 在这个和家欢乐的时刻 她突然转身 带着一丝悲伤 快步走进了卧室 通的一声甩上门 这突如其来的响声 让客厅的欢笑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不明所以地面面相去 哥哥反应最快 立刻冲向卧室 爸妈也担心地跟了进去 查看情况 我好奇地透过门凤芒里看 只见嫂子如同明月般 被众人环绕着 她轻轻擦了擦眼角 带着些许哽咽地说 一个即将嫁人的小姑子 平日里都是我在照顾 她怎么还好一色红包呢 我都替她感到羞愧 她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爸 妈 不是我小气 而是我心疼你们 自从我嫁进来 我就把你们 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 一样对待 我是觉得 她都没想过 你们一年到头 有多辛苦 她的声音控制得刚刚好 让我能够清晰地 听到每一个字 这番话听起来 好像是在为爸妈打抱不平 但实际上 却让我感到十分憋屈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亲妈 给我发个红包 会让她有这么大的反应 哥哥一向宠她 此刻也赶紧安慰她 却说出让我感到刺耳的话 我妹她不懂事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心中门幕火熊熊难烧 狠狠地动了那扇门一眼 妈妈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 她轻轻捅了捅哥哥的胳膊 示意她别再说话 然后她笑着拉起嫂子的手 温和地说 若男啊 不是妈妈偏心 岁岁她还没结婚 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 过年是应该得她发个红包的 为了缓和气氛 妈妈又急忙提出了一个补偿方案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合适 那我再给你包一个红包 嫂子就才缓缓抬起头 淡淡地说 一个怎么够呢 按照我娘家的规矩 过年你还得给我妈和弟弟 各包一个红包 而且每个都不能少于三万 妈妈面露难色 而哥哥则顺着嫂子的意思 连忙吊态 包 你想包多大的都行 只要你开心就好 我气愤得一把推开了卧室的门 只冲进去 你想尽孝心 就应该用自己的钱 凭什么让我妈给你娘家人包红包 我质问道 嫂子有哥哥撑腰 显得更加有恃无恐 等你爸妈不在了 他们的钱还不都是我的 我现在只是提前花自己的钱而已 你管得着吗 她不屑地说 大爸被气得重重咳了一声 严肃地指出 我还没死呢 妈妈为了平息争吵 胆紧出面调解 好 今年我就替你包了这些红包 妈妈对嫂子说 同事暗示我 别再多说 大过年的 咱们不吵架 免得让邻居开笑话 在众人的劝说下 嫂子才像老佛爷一样 缓缓走出了房间 看在爸妈的面子上 我强忍住木火 回到沙发上继续看电视 嫂子静止走到我身边 突然伸手抢走了我都里的红包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已经撕摊了红包 沾的唾膜开始数钱 嫂子 你这是带什么 我惊恶地问 她嬉皮笑脸地回应 碎碎 你知道 嫂子是的名士里的人 咱们亲兄弟名算账 我觉得你听我我的话 应该不好意思 再要这红包了 所以 嫂子就替你收下了 我简直要被她的逻辑气笑了 亲兄弟名算账 嫂子的算法 还真是与众不同 我讽刺道 说起嫂子 其实她是二婚 在还没离婚的时候 她就和我哥哥 有了暧昧关系 嫂子口才极佳 特别擅长攻为我那 惹是生非 一事无成的哥哥 打他哄得团团转 哥哥执意要娶他 还说要生个儿子 来继承我爸妈的财产 当初订婚时 家里就闹得不可开交 爸妈本来坚决不同意 这门婚事 但哥哥已绝食相逼 嫂子家狮子大开口 索要九十九万的彩礼 寓意婚姻长长久久 我真心觉得 他们家是一响天开 嫂子一家住在偏远的山村里 家境贫寒 他爸爸精神有问题 妈妈成天打牌不回家 弟弟初中毕业后 就无所事事 而嫂子自己也是 初中没读完 就去学美容美发了 他们一家 全靠低保度日 就这样一个家庭 居然敢开口 要九十九万的彩礼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地问 那你们打相得什么嫁妆呢 嫂子他妈得意地笑 他就走给他准备了两床自家种的棉花坛的棉被 这可是你们城里人 想买都买不到的宝贝 眼看了我爸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们才勉强松口 将彩礼降到了五十万 虽然我家有些钱财 但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冤大头 然而 爸妈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 哥哥的软磨硬泡 他铁得心要娶那一女人 那五十万的彩礼钱 还没在嫂子娘家妈手里污热 就被他在牌桌上 输得一干二净 报应来得也快 嫂子在婚前就查出了 患有良性肿瘤 他娘家妈的知之于消息后 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人都已经嫁出去了 就别再找我 没钱就别治了 我哥哥宋自强身无分文 却发誓要与未婚妻共度难关 于是他逼迫爸妈掏空家底 也要为嫂子治病 可那时 爸妈的公司资金链正紧张 原本拿出彩礼买了婚房 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哪里还有钱来治病 嫂子每天以泪洗面 打电话给我 问我生事不管她了 她的命现在就捏在我手里 我那时创业攒了一些钱 受不了哥哥的哀求 念及我们儿时的情意 只能先借钱给嫂子治病 医疗费用总共花了十万 一宝报销了四万多 直接打到了嫂子的账户上 可当我向她要回这笔钱时 她却像母鸡护蛋一样 艰巨不还 这是国家给我的钱 为什么要给你 她理直气壮地问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这四万是国家报销给你的 前提也得是我先顶你交了十万的医疗费啊 对呀 你交的是你自愿交给医院的部分 但这四万是国家报销给我的 与你无关 你要是有意见 就去找医院药 我可不欠你的 她一脸无赖地说 我与哥哥宋自强争问起来 她却觉得她媳妇说得没错 还责怪我们一家人太过计较 嫂子出院时 甚至毫不避讳地 与小姐妹炫耀说 以后要多生病 因为生病比上班来前快多了 从那时起我就发誓 再也不会为她花一分钱 回忆到这里 我愤怒地从她手中夺回了那叠钱 拿来 这是我妈给我的钱 你凭什么呢 我瞪大眼睛冲她吼 她见我如此强硬 刚还得意的小脸 立马垮了下来 一副渲染玉气的模样 我哥最见不得她受委屈 立马站出来为她说话 宋岁岁 你怎么能这样 跟你嫂子说话 太没规矩了 在古代 你这样的 就得挨鞭子 因为之前与宋自强的矛盾 我对她依然没有什么好脸色 当她开始指责我时 我不客气地反驳 你是不是以为反清复明了 居然说出 这种驴都说不出来的话 宋自强被我激怒 正要发火 却被嫂子轻轻拦住了 她摆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 微笑着打人场 好了好了 别生气 老公 大过年的 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嫂子转向我 依然保持着微笑 但那种笑容背后 似乎藏着什么算计 岁岁啊 你刚才也说了 那是你妈 那你孝顺她也是应该的 对吧 我警惕地点点头 对呀 那又怎样 嫂子开始了她的算计 家里的房子和财产 按理说 以后都是你哥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点我就不都说了 但你很快也要嫁人 以后不怎么在家 所以 你更应该担其 赛养父母的责任 等你结了婚之后 你就把爸妈接过去住 我听到这里 简直要气炸了 我瞪着嫂子 就要发火 她去抢在我前面 继续说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 那你每个月 丢我五万块钱 我替你照顾他们 另外 你还得每个月 给我两万块钱辛苦费 咱俩这关系 这个数我就不嫌少啊 在一旁吃 砂糖菊的爸爸 被这话呛得连连咳嗽 妈妈也低下了头 脸色铁青 我真的被嫂子的自私 和贪婪震惊到了 我冷笑着问 何之赛养父母 只是我的责任 我哥只负责继承家产 嫂子急忙白手解释 不是的 包括你的公司 你哥也是要继承的 难道你还想带去婆家吗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 你们要我爸妈的财产 也就算了 我的公司 是我自己几年来 创嫁的心血 我凭什么给她 她以为她是谁呀 话说到这里 气氛已经见把弩张 宋自强感觉自贞心受挫 竟然撸起袖子 想以哥哥的身份来教训我 我一点不触向她冲去 奶奶来 还以为跟小时候一样 你想打我就打呀 你敢 你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 要真想大过年的 闹到警察局里 我也奉陪到底 妈妈用身体挡在中间 问嫂子若不饿 下点饺子填肚子 我妈总是这样 总想得以和为贵 从小到大 我和哥哥闹矛盾时 她总以为货心泥就能解决问题 其实根本就不会 只是把问题积攒下来 攒了我一肚子怨气 意料之中 嫂子不仅不领情 还哽咽着说起了爸妈的不是 我知道你们都惯得松岁岁 但是家里不能一个清醒的人都没有啊 松岁岁 难道你不是爸妈从小养大的吗 爸妈的东西以后都是你哥的 那你就是我和你哥养大的 你理应报答我和你哥 我们只是要一个公司而已 我们错吗 一直想得嫂子留几分面子的爸爸 终于忍不住了 大吼一声制止这场闹剧 故了呀 一家人在说这样的话 这年还故不过 岁岁从小就省心 不像他哥 惹户不断 还总让我们擦屁股 我们以后不麻烦任何人养老 你们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 公司是碎碎的 除了他 没有任何人有处置的权利 爸爸轻易不发火 嫂子吃了扁 善善收回还想说的话 临近房门前 还不忘让妈将六万块钱 转到她的微信上 一家人本以为再怎么这是也过去了 没想到嫂子的鬼主意还在后头呢 初一一大早 敲门声响起 一开门 穿着非色风衣的男人 对着妈妈露出灿烂的笑容 叔叔阿姨过年好 看着那俊俏爽朗的脸庞 我惊喜道 许易 你咋来了 许易是我的未婚夫 博士毕业后 在一所211院校当讲师 授课之余 他还开了一家金融公司 我和他 就是在谈合作的过程中认识的 他说 工作需要临时要出国 他怠慢了 赶紧先来我家半年 等会就得赶飞机 妈妈笑着 让他吃完了饺子再走 说着就建了厨房 我接过他手中的各色礼盒 都是我爱吃的 笑得花枝乱颤 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我比你洗两个水果去 刚进厨房 才起床的嫂子 用不屑的目光 在我手中来回扫饰 轻轻切了一声 我懒得理他 他就自顾自来到了客厅 沙发那么大 他屁股一挪 挤到许易身旁 伸手拉过许易的手 像长辈拉家长那般 没有距离感 吓得许易连忙出出手 又往旁边挪了好几步 嫂子不仅不觉得害臊 还掩住口鼻 媚笑出声 大小伙子就是好玩 你看你都不识斗 小逸宁真是好福气 碎碎确实是好姑娘啊 就是懒了一点 平时太阳不晒 屁股都不起来 听他哥说 大学的时候 谈好几个男朋友 不过除了私生活混乱之外 也没什么了 等我走出厨房的时候 才目睹这一幕 他摇已经造完了 许易单大的扯了扯嘴角 活泼点好 我挤大步跑到客厅 将水果栏重重 磕在桌子上 李若南 你再敢造我的谣 信不信我告你 嫂子的视线 完全在许易那张 好看的脸蛋上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他包了个橘子 缓缓送进嘴里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问道 小逸 听说你是211大学的老师 呗 那你是不是能给我弟 也安排件211当老师 他初中毕业 不过是得脚踏实地的人 也不要特别高的职位 安排个主任就行 他自顾自谋划着 还不停补充 对了 越先少于5万可不行 他的本事可不止5万 最好还点安排套住房 我看你学校不就给你安排了 都能比你那套小 这是对于你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吧 爸妈都在厨房忙活 哥哥在卧室呼呼大睡 这是没人拴得他出来 到处咬人吗 你烂蛤蟆装青蛙 长得丑还玩得花 你弟初中毕业 还想见211当老师 教人家什么 社会摇 我毫不客气 扫着眼睛一翻 我又没跟你说话 你急什么 徐姨无奈地叹了口气 还保持着最后的礼貌 嫂子 我就是个普通老师 没那么大本事 那住房也只是学校 给博士老师的福利 我晓得 你们是瞧不起我们读书少 我弟那是没继续读 不然他也不比博士差 不信你们 让学校考考他吗 他说着说着 就破房嘛 你要是上点心 保准能办成 不办就是不想办呗 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 说着 他就开始 唠叨自己家的不容易 他在沙发上 呜呜着开始哭 甚至我和许一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又要哭 刚从卧室出来的哥哥 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我们 合伙给嫂子吃了 连忙上前护着 怎么了 若男 他们又欺负你了 嫂子身体一抽一抽的 我做错了什么 我就是想的 一家人互相帮忙 现在连姑爷都一起欺负我 我看他俩根本就不能结婚 这点煮我要是做不了 那我也不用在这家继续待了 这是当惯了我哥的家 连我的家都要当话 爸妈施着手 也从厨房出来 很快也搞清了形势 妈妈一口气没压下去 拧着没怪嫂子 你说你老招惹 碎碎干啥 哎 说他不是 不说又不是 我都做好了骂人的准备 没想到许一先激情开脉 我是看待碎碎的份上 叫你一声嫂子 其实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我和碎碎的婚事 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吧 你连出租生 当不了老师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跟你多费口舍了 下重不可语兵 一听许一骂他的词里 还有他听不懂的 他哭得更厉害了 是 爸 妈 你们都怪我 都嘲讽我 你们全是对的 就我一个是错的行了吧 说完捂着脸 跑进了卧室 这架势 简直不把家里哭翻天不罢休 就差把街坊邻居都哭来看笑话 年也不用过了 爸妈瞬间后悔 刚才多那句嘴干嘛 只能丢下许一 至于客人不管 又进房间去安慰 无理取闹的他 他的声音 穿透好几层墙 故意说给我们听 是 是我命不好 我真是羡慕碎碎 大家明明都是一样的 可他就是嫁得好 人家都说 一个家里 如果兄妹两个 只有一个命特别好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 抢走了他的好命 我也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心疼自己老公 连迷信那套歪理都整出来了 听真宋自强就是相信 很狠瞪得我的样子 倒好像真的是我影响了他 成为千万富翁似的 眼看登机时间快到了 许一却因为这是 耽搁着不放心走 我连忙安慰他 你看我是省油的灯吗 要不是大过年的 我早消他了 你放心吧 让他们在我爸妈面前使劲坐 他俩做越厉害 以后更有好戏看 许一这才放心地离开了 总共也来家里拜年 一家人忙得哄嫂子 连走都没人来送一下 嫂子好像很享受这种 大家目光都在他身上的感觉 屡事不爽 爸妈走出房间时 看得许一已经离去 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色都不太好看 妈妈煮好了饺子 每年她都会将一枚硬币 随机包进饺子里 谁要是吃到那枚硬币 说明是对有福气的人 妈妈为了缓和气氛 将那枚硬币饺子 特得放进了嫂子的碗里 我嘴里吃着饺子 心里骂着嫂子 所以当她尖叫着 自己吃到了硬币时 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硬币在我这里耶 我就知道喜事要来临 这是老天提前报喜了 她突然转过头问我 碎碎 你的新房装修得怎么样啊 我名下有三套拆迁房 是我创业第一桶金 买下的老小区 谁承详老天眷顾 碰上了拆迁 抬的三套房 只是目前还没交房 她说的应该是我和许一的婚房 许一家花了不少钱 在地价最高的富人区买下的婚房 装修激进尾声 嫂子现在提这个 准美好事 我没理她 她喜滋滋往嘴里塞了饺子 嘴里含糊倒 要是没装修好的话 过户的时候我可不愿意 到时候我住得不方便 其实我看不上平层的 不像农村 那么大的地方随便跑 但是免为其难也能住 我就委屈委屈 她说这话时 带着吃亏了却不计较的豁达 和希望我能懂事的期待 我顿时没了食欲 无语地抬头看她 你吃的是饺子还是迷魂药 怎么吃两口就不说人话了 我的婚房 凭什么过户别你 你怎么舔的脸开口的 眼见我这态度 她放下筷子又和我商量 行 我给你钱行了吧 我刚纳闷 这可不是她一毛不拔的风格 她连忙低房地套算计她 虽然我没读过书 但是这些经济啊建设啊 我可比你懂多了 你不要想框我 这些房子的建筑成本 其实很低的 我给你五歪 虽然这房子 可能还不值这一价 剩下的就当嫂子 送你的新婚礼金了 好好好好 这么买是吧 真的 但凡她说得切合实际一点 我都不至于想骂 又不知道从何骂起 嫂子 这要是你当初代替清政府谈判 不要说还割地赔款 说不定伦敦都得倒贴点你 她还以为我夸她 沾沾自喜 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算命的都说 我是龙奉命 天之骄子 我要是跟你一样 运气好站在风口上 我早飞上天了 我现在是给你机会高攀我 趁现在你还攀得起 笑死 干啥啥不行的 她当初还学人家创业 将婚房全都赔了进去 还来爸妈房子里 气得我妈将她俩去支门外 最后还是抵不住 她一句句可怜兮兮的妈妈 心软了下来 我妈总是想着 既然她已经跟哥哥结婚了 就尽力扶持小俩口的日子 没想到是到如今 居然都惦记上我的婚房 我将婉重重摔在桌子上 筷子也摔得飞起 指着嫂子的鼻子 是 虽然都站在风口上 但能飞上天的不包括死猪 你骂我 她疼一下站起身来 我哪点亏着你了 能得到你来骂我 爸妈 你们都不管管她吗 这下爸妈只在旁边看着 连好话都不愿为嫂子说一声了 我哥倒是起劲 敲着桌子就要把我赶出去 爸妈始终不再为嫂子说话 嫂子索性往地上一坐 你们全家都欺负我 还说嫁过来把我当亲女儿呢 我看你们就偏心一个外人 爸妈互相识的眼色 进了房间 不知道商量着什么 眼见没了观众 嫂子拍了拍屁股 瞪了我一眼 也进了房间 这是不了了之 可她还没消停几天 又开始作妖 嫂子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爸 妈 虽然岁岁容误下我 但我不想你们没难 我走了 带着肚子里 你们可怜的小孙子走了 你们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来娘家找我 她怀孕了 还是大过年的往娘家跑 这不是明着 打我爸妈的脸吗 爸妈脸色铁青 都快阴出水了 哥哥捏着纸条 崩溃地捏成团 到冲进了我的房间 一把掀抬我的被子 还睡你马睡 宋岁岁 你赶走了你嫂子 你如样了吧 你现在多滚 我家不欢迎你 滚 爸爸一把拉过她 你说什么胡话呢 那是你妹 你们还向着她是吧 我怎么这么倒霉 生带这样的家庭吗 你们对我公平吗 我话就撂着了 若拿钥匙找不回来 这妹妹我就不认了 说完她夺门而出 爸爸捂着胸口大喘气 妈妈连忙帮她找家压药 灌吧灌吧 你们就逛我哥吧 初老师不还是我陪在你们身边 我的手不停拍打 安抚爸爸后背 语气带着忧怨 爸爸突然深深叹了一口气 一副懊悔的模样 当初就是看自强可怜 所以从小才一直像的他 结果不是自己的儿子 果然怎么养都养不熟啊 我拍打的动作 停顿在半空 什么意思 我哥不是亲生的 二十多年前 爸妈去外地进货的路边 捡到冻到半死的哥哥 彼时他伴们身子还露在外面 妈妈还奇怪呢 从来只听说过一气女婴 第一次见人不要男婴 看清容颜 爸妈都吓了一跳 男婴患有严重唇恶劣 得花不少钱治疗 妈妈缓缓到来 那时候我们也没得一儿半女 想得收养一个 如果也可以 我们就自己掏钱治了 做了好几次手术 之后就怀了你 人家说能怀上你 也是你哥命中 该有兄弟姐妹 我们不能亏待了他 这样你才能健健康康长大 我们这才从小到大 都溺爱着他 后来你订婚了 我们也偷偷找到 他的亲生父母 家庭条件很不好 再加上我们养你哥长大 早就有感情了 我和你爸 就把这事烂肚子里了 他拉着我的手 妈知道委屈你了 但爸妈年纪大了 真不想为家里的事在吵架 等你结婚了 就跟他见不上面了 以后你要是不想和他往来 妈也不干涉 但要是你哥嫂 还是这么过分 那这个事 咱们就贪态了说 让你哥找他亲生爸妈去吧 我知道爸妈能说出这个话 说明对哥哥还是心存幻想 不想把事做绝 一时之间 我都不知道该盼的我哥老是些 还是判得他继续做死 所以我得助哥哥一臂之力 让他和亲人顺利团聚的同时 我爸妈也能早日死刑 我通过爸妈所给不多的信息 顺利找到了宋自强 亲生父母的微信手机 刚显示微信联系人通过 那边迫不及待发来消息 听说我已经找到了 他愿意认祖归宗吗 他爸尿毒重 重需要他捐肾就亲生爸爸的命呢 当初把孩子扔了 如今学来第一件事 就是捐肾 我说我哥就不要脸的性子 跟谁学的呢 原来是遗传啊 看着那头不停刷屏 丑陋嘴脸快要溢出屏幕 我连忙回复 认祖归宗谁不愿意呢 嫂子不总是说我吃哥哥的 喝哥哥的嘛 我倒是想看他 等哥被噎回到解放前那天 到时候他会是什么嘴脸 哥哥在家里闹到后半夜 爸妈实在没法了 也觉得大过年的儿媳 跑得太丢人 亲戚来半年说不过去 最后商量点让我开车 送他们去嫂子娘家 先离她接回来 过了这一年再说 妈妈早就摆了啦 再恋对她了 最后一次 不愿意回来 以后就别回来了 搞得我还有点小期待 嫂子家很偏僻 我们开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才到 停在一间铺瓦房前 推开虚掩着的门 屋顶的烟囱飘着浓烟 嫂子灰头土脸 蹲在炉灶前 一把把往里添柴 浓烟直往她鼻腔米钻 呛得她直咳嗽 花猫脸上飙出来的泪 如今看起来 倒是真心实意的十分美去 反观院子里热热闹闹 嫂子妈妈领了一群 亲戚围桌打麻将 嘴上还不忘炫耀 别看我家现在不咋地 但是很快 我们家这三套房了 到时候再请你们过去坐 想住随时过去住 台友们纷纷 吹起彩虹屁 嫂子妈妈的嘴角 都快扯成裤腰带 她那个弟弟要组 则翘着二郎腿 激动地打着游戏 嘴里骂着脏话 想当初嫂子 在我家的时候 从来都是睡到自然醒 三在妈妈 都是端到她面前 有时还要嫌弃妈妈 做得不合胃口 则令我妈重新做 我不由得打去 来接嫂子的这主意 还是草率了 你看她多开心啊 妈妈也忍不住无嘴笑 确实 都开心地哭了 嫂子一抬头 见到哥哥 那要掉不掉的眼泪 终于是夺胖而出 飞扑进哥哥的怀抱 老公 你还知道来找我呀 看这样子 巴不得立马坐火箭 跟着我们回家 宋自强抱着嫂子 稀罕地瞅过来瞅过去 你怎么样 宝宝怎么样 你怎么这么傻 你要是受了委屈 也应该是别人走 而不是你走啊 你就是心善 看着这一对虚伪的模样 我忍住想拖得冲动 嫂子妈妈一举打完 才恋恋不舍地缓缓其身 连忙招呼地爸妈进屋 擦肩而过时 她瞥了一眼我手上的美甲 连连扎折 你看看你手上弄得 跟得妖精一样 还怎么干活 你再看看你嫂子 多贤惠 六点就起来砍柴干活了 看着嫂子累得消下去几斤 还很骄傲的神情 我冷笑一声 那是 我没嫂子命好 在娘家还得干活 我在娘家 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干活 嫂子被我枪住 丑了丑 自己妈也不敢吭声 嫂子妈妈看着 宋子强手上提的礼品 打着哈哈 招呼着众人进屋 妈妈有心嫩起三套房的事 亲家今年中的钱浪 嫂子妈妈吃笑一声 挣辟钱 那是我们老李家命好 宁重就带房子自己送上门 那不是若男说的 你们找上门那天 就是答应了 把那三套房给我们家了 嫂子清了清嗓子 一切尽在掌握的尊贵姿态 岁岁那婚房 我就倒让给她了 算是我做嫂子 送给她的新婚礼物 家里那三套拆迁房 我都已经分配好了 我一套 我妈一套 我弟一套 说完她 赶紧又加了一条 但我先说好哈 房子是本来就该给的 既然许一不乐意 帮我弟弟找工作 那就拿二十万出来 就当对我弟 打点工作的补偿啊 在旁边忙着游戏的药族 手指翻飞 嘴上还不忘附和 就是就是人 我望向宋自强 想看谈他什么反应 谁知道 他忙不迭地点头 我不是那小气的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该给你娘家 就给你娘家 那口气 真就把我的东西 都理所当然 当成是他的了 我双手环臂 看着他们表演 宋自强 那房子是我买的 拆迁了关你什么事啊 你多大脸啊 还说给就给 真不害臊 话音刚落 嫂子捂着肚子 眉毛皱成一团 几滴猫尿就从眼眶里 解了出来 你怎么这么贪心啊 婚房都给你了 你还想要多少啊 你吞得下吗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他让你这么的贪心的小姑子 脑贴你宫廷吗 看他那惺惺作态的模样 连他妈都敢上手 推散我 扯着我的衣服 将我往外脱 你的死妮子 你见过哪家 还留房子 点女儿的 天杀的 你都不怕生儿子 没屁眼 他刚上手 就被我爸揪住了衣领子 使劲一拽 道成了 他整个人 对我爸挟持着 今天我们来 不是说房子的事 就问若男 跟不跟我们回去 房子是我女儿的 他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做不了主 妈妈也被这一家子 忍耐到了极限 催促地快走 嫂子一看 我爸妈这些态补 哭得更厉害了 爸妈 我才是你们儿媳 真正和你们一家人 你还向那外人说话 连宋自强都随着 李若男的话 教训起了爸妈 你俩真是老糊涂了 这点事 多拎得轻 大不了这妹妹不要了 这家不能散了 我媳妇肚子里 可是怀着你们 血脉的宝贝孙子 嫂子更是什么都不顾 往地上一坐 两条腿不停地扑腾 我不管 金台房的不给我 我死都不回去 宋自强高傲的脖子 往后一摆 我也不回去 这一下 算是把爸妈 最后那点耐心 消磨殆尽 爸爸牵起我和妈妈的手 头都不回地往外走 爱回不回 走 我们回去 他们还以为 我爸妈太乱笑 可眼见的爸妈 踏出了门槛 走出嫂子家门前 我特意回过头 对着她吐舌头做鬼脸 气得她想爬起来揍我 手忙脚乱 半天爬不起来 或许哥嫂觉得 此次爸妈独自回家 只是意识气急 一定会妥协 来日定会回嫂子娘家 将他俩一起接回去 风风光光打我的脸 实则 爸爸已经在联系 哥哥的亲生父母 上一日 哪天 将哥哥认回去何事 他森森道 尽心尽力对他俩 即我一而再 再而三地踩我们底线 你不用管面的 不面子的了 就当我从来没养过他 妈妈沉默地坐在座位上 淡赏重重叹了口气 咱们得他治病 养大成人 买车买房 起妻生子 咱不算对不起他 宋自强亲生父母 因为在外壁 只能先处理手边事宜 然后赶紧过来 和宋自强相认 我提前预想到 宋自强那批姓 要是提前知道了 一定会开溜 到时候 这家人就扑空了 我告诫爸妈 这是先瞒着 等他爸妈上门了再说 抵他的surprise 左等右等 倒是先等回了 嫂子一行人 灰溜溜地 跟在宋自强 还有自己妈妈后面 敲开了五家门 见识他们 妈妈再没了往日的客气 倒是嫂子妈妈 一改以往地高傲 进屋就陪着笑 嫂子跟着进屋 眼神来回 在爸妈的眼色之间游道 却始终没有看到 他想要的 失而复得的惊喜 哥哥从进屋 就目不吭声 明明自己舔的脸回来 还执拗着 不肯跟爸妈说话 估计还觉得 自己是家中的男保 等落爸妈跟他道歉 再把家产都给他继承 把我扫地出门呢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家里做了一会 扫着妈妈跟吃错药似的 又是夸我的妆容好看 又是夸我董事 我也不想听他放屁 就问他 到底想去我家什么事 话都这样坍塌了 嫂子也不落来落去了 之前是嫂子不对 一下子让你给出 三套拆迁房 你难免接受不了 后来想想 我是该多付出一些 所以我就带着成衣回来了 按嫂子往日 不要脸的程度 我想 这成衣 一定是有重磅炸弹 我都做好了准备 他缓缓说道 我先和你哥假离婚 再和你男友结婚 我用他的公积金 买套房再离 到时候你就按时还就行 他妈连忙拉过嫂子的胳膊 事业他补充 我们在家都烧浪过了 我们也不嫌弃 你男朋友 没给我彩礼三斤 到时候 婚礼搞隆重一点就行 这样两家都有面子 我揉了龙眉心 再次怀疑自己没睡醒 望向宋自强 他不仅没有反驳 我还跟着指导两句 假结婚的话 你就别住许一家里了 到时候就住买的新房子里 所以得买那种 拎包入住的精品房 方便些 开了他们围成一个圈 讨论的煞有其事 我才算明白了 什么叫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和神见了他们 都得问那和底下 那祖母绿的键盘 是不是他们掉的 我还装度懵懂的样子 试探他们 你的意思是 用我男友的公积金 给我买套房子住吗 不用那么客气 嫂子一听就炸了 你想什么呢 小小年纪 怎么那么会算计啊 那是给我买的房 我现在怀了 你们老宋家的金丝 你作为小姑子 从小到大 都是吃我的喝我的 理应给我买套房 任谁来平民 那都是没问题的 我都已经委屈自己嫁给你男友了 公积金还能省不少贷款 你还贷也轻松不少 你还想怎么样 我还不够为你着想吗 这些歪理 我反驳也没什么意思 我现在 只想一砖头闷她头上 嫂子妈妈连忙张罗着 从我要许易的电话 我姑爷就会在国外是吧 打电话说完这个事 正好让她 给我多带点国外的好玩意儿 我也没吭声 由得她去打 许易上自度憋力 肚子火没出发的 她不是自己撞枪口上吗 国际电话接通后 她一口一个姑爷 敌许易还猛了 等许易搞清楚原委 笑来好脾气的她 对着嫂子妈妈 就是一通输出 中英文掺杂 嫂子她妈一听 一个不支声 这姑爷脾气怎么这么大 我笑着缓缓道 她对杀笔过敏 迷 宋自强将嫂子妈妈护在身后 狠狠瞪着我 宋碎碎就是被我爸妈惯的 真以为自己是公主了 其实啊 天生就是贱命 还不知道是谁天生贱命呢 妈妈话都已经到嘴边了 估计是想到我的主妇 声声又咽了回去 爸爸指着门口 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 滚 都给我滚 我抽起沙发旁的扫帚 朝着嫂子妈妈的 屁股多抽过去 扫过去一扫帚 又抽到嫂子脑袋上 送眉神咯 送走眉神 今年一年顺顺利利 再也不欲杀笔 我妈还怕送不走 连忙去厨房挑选顺手的刀 他们一看我妈这驾驶 吓得一连串的往屋外窜 就这嫂子一家 依旧不依不牢 在外各种散布谣言 说我在家带头欺负她 说我是难缠的小姑子 给自己塑造成一副 任人宰割的可怜模样 许一哪受得了这个 连忙搜集证据 要告嫂子一家诽谤 附近的留言 这才慢慢停了下来 经由嫂子一家这么折腾 许一强烈要求 将定在几个月后的婚礼 提前办了 反正一切她家都已经准备妥当 一切不过是顺势而为 我爸妈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两家人一合计 将洗帖发出了 先婚当天 所有事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许一在那边 跟四姨忙得脚不粘地 我这边化妆师也忙着 将我旧和服的妆容卸下 换上婚纱 闺蜜慌慌张当地过来找我 开样的还气得不清 你快去看看吧 你嫂子在前厅穿的绣盒服饮客 说是詹喜气 南方好多宾客 都以为她是新娘呢 啊 我从来没想过 有人为了抢戏 能做出如此离谱的事 我安抚住许一 提着裙摆往前厅去 一眼就看见火红的嫂子 站在人流必经之路上 身穿绣盒 头戴凤冠 妆容精致 眉眼带笑 遇到有人认错新娘的 她就掩面而笑 客气地腔掉 哎哟 我哪里是新娘啊 我是新娘嫂子 可能是比新娘好看了一点 今天总是被认错 我穿过人群 那一巴掌带着风 终于是扇在了她脸上 扇得她连连后退 凤冠都歪了半截 我摇着打麻了的手掌 愤愤道 李若南 你想男人想疯了吧 今天是我结婚 还是你结婚 争吵声迎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嫂子眼见自己不占领 又开始 她那拙劣的演技 低头抹泪 嫂子只是想抵你撑撑场子 没想到 这样你也会生气 你看不起嫂子 嫂子怎么做都是错的 可这里又不是她李家 人家又不是傻子 嫂子穿着袖和福来新娘子的主场 怎么看都是杂场子 周围一润森森 却没一个是为她说话的 宋自强山沙来迟 拨开人群 连忙将嫂子护在怀里 指着所有人 你们一群人欺负我媳妇一个是吧 我媳妇怀孕了 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好歹 你们谁都别想跑 这边的热闹还没散 闺蜜又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这一次 她拽紧了我的衣袖 都快哭了 碎碎 都怪我没看好 你屋子里的五百颗黄金不见了 我脑子里轰一下 婚礼还没举行 就发生这么多事 一时反应不过来 那些黄金从娘家带出来后 就放进了酒店房间 准备举行仪式的时候 再拿出来撑场面 按理说不会有人这么大胆 去偷新娘的黄金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与了屡思路 都有谁进过我那房间 闺蜜仔细地回想 你妈 还有 你嫂子 所有人齐齐望向嫂子 她慌忙摇头 别乱说呀 都黄金可是大事 我没傻到去偷人家的黄金 可我妈是绝对不会拿的 除了她还有谁 她固自捶泪 仿佛要把所有的委屈宣泄出来 捶着哥哥的胸口 我今天无端被打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被冤枉偷金 宋岁岁 你怎么如此恶毒啊 你就是看不得我好 老公 你再不为我做主 我真的要被冤枉死了呀 宋自强指着我的鼻子 一副要打我的架势 你嫂子会偷你那点破烂 你看不起谁呢 我看就是自己弄丢了 故意栽赃在你嫂子身上 你从小就吸眼多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吗 看嫂子表演得差不多了 我说起慌张 拿出手机打开了监控APP 黄金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怎么会不随手 在桌子上放个便携监控呢 中了目睹下 监控里嫂子鬼鬼祟祟摸进我的房间 将那一斤重的金条塞进肚子里后 又垫着脚走出了房间 证据确凿 嫂子偷惊无疑 她一下没了那副委屈的模样 抬头不可置信地质问我 你明明有监控 就是故意看我的笑话 让我当众做小丑 当然啊 让大家都看她 我嫂子的绝世演技 都是怎么说瞎话的 我抬手摇了摇手机 跟警察解释去啊 一斤多的黄金 你猜猜做警言了 这下宋自强倒是不说我故意栽赃了 说我不懂事 要是报警就和我断绝关系 我求之不得 连忙在她的咒骂声中 拨通了报警电话 生怕她反悔了 嫂子被带走调查 咯咯恼羞成怒 坐在台上耍起了无赖 你不料我好过 今天你也别想好过 想结婚 你想得美 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一出 所以今天的婚礼 我还请来了重磅嘉宾 不一会 一对满病斑白的夫妻 匆匆寻进了酒店大堂 一看着来着不善 跟在夫妻后面的 是松了一口气的爸妈 夫妻俩一个穿得朴素 并一个面颊凹陷 大腺将至的虚弱模样 一见到台上撒泼的宋自强 抹着乐的迈着小碎步上台 就拽住宋自强的手 儿啊 我苦命呢 妈怎么现在才找到你呀 宋自强刚当还撒泼呢 看得两人和自己 几分相似的脸庞 迷茫地抽回手 你们谁呀 谁是你儿子 撒开 女人不停抹着眼泪 扑通一声 跪在宋自强面前 儿啊 你不能看妈穷 就不认妈呀 妈就算当年 顶你扔了 就算再不好 也给了你生命啊 难道你今天 要当得这么多人的面 要打你亲生爸妈的脸吗 那你和畜生有什么分别呀 你看你爹这样子 他还等着你绝胜呢 你要是不管 跟沙安一半有什么分别 真是不要脸盲中亡 一劫更比六劫强 好一套道德绑架组合拳 完全得宋自强打猛吗 见到身后的爸妈 他像见到救星一样 慌忙爬起来 去拽妈妈的手 妈 这都是你们演出来 考验我的什么事 这两个人是谁 什么亲生爸妈 什么娟慎 妈妈冷着脸抽出手来 他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你等他们回去吧 当年的邻居们都知道 我们是在雪地里捡的你 实在不信你可以去做亲子坚定 宋自强好似遭了雷劈 连连向后退去 不可能 那我的房子呢 我爸的公司呢 是不是该给我 还做大少爷的梦呢 宋自强 不对 应该叫你刘自强 你只能继承你亲生爸妈的锅碗瓢盆哦 差点忙啊 你还得给你亲骂娟慎 可别做冷血的人 宋自强似乎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冲开人群跌跌撞撞 朝外面跑去 身后亲生父母一瘸一拐地跟着 像甩不掉的狗皮膏药 喧嚣停止 仪式刚好要开始 一切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着 站在门外等待伴娘拉开大门时 我心中还在感慨 原本爸妈对宋自强还是有感情的 得知他亲生父母条件不好 还患中病时 为了他的前途一直瞒着 他只要老老实实 爸妈的家底足够他一辈子衣食无忧 可惜宋自强欲求不满 与次挑战爸妈的底线 最后落得个什么都没争到的下场 嫂子在警察局几圈盘问下来 就顶不住了 哭着承认黄金就是自己投的 但已经还不回来了 宋自强从身边借了一圈 又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总算凑够了二十万将黄金赔给我 红红火火地去接嫂子出来 然而问到黄金的去处 嫂子支支吾吾 我给我前夫了 他说要带我走 谁知道他拿黄金就失联了 宋自强向那小丑脸色铁青 冒着流产的风险 也要嫂子抽羊水亲自鉴定 哪怕宋自强接过亲自鉴定结果的那一刻 嫂子还哭得梨花带泪 重骂宋自强不相信自己 不善的男人 鉴定结果出来 宋自强是绿巨人 孩子不是宋自强的 宋自强捏着那只鉴定书 眼中无光 因为什么都没了 嫂子拉着宋自强的胳膊 跟在他屁股后面脚边 你不是说爱我吗 爱我就应该连孩子也接受啊 虽然孩子是我前夫的 但他管你叫爸爸呀 宋自强缓缓开向嫂子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对着他笑着 笑容癫狂 笑着笑着 就捡起手边的石头 朝着嫂子的后脑勺砸过去 一砖头接着一转头 直到嫂子倒地不起 血流了一地 嫂子在医院抢救了好久 孩子还是没保住 嫂子也因为重伤 成了植物人 嫂子妈妈一看 还需要花这些钱 立马通知医生把管不治了 病床上的嫂子 眼里还能累 就那样戳烟了一生 永远地离开了 宋自强因故意伤害 锒铛入狱 一直向警察申请 再见爸妈最后一面 企图挽回些什么 可惜了 爸妈下定决心 和他再无瓜葛 嫂子离世不久 警察通知我去警察局领金条 嫂子前夫在变卖黄金的过程中被抓获 嫂子前夫因此获罪 我的损失也弥补了回来 以前都是嫂子吸我家的血供养娘家 现在经济来人中断 可他们奢靡的习惯 却一时改不过来 大手大脚 很快就欠了一屁股债 嫂子弟弟被追债地打断了腿 卖到了黑窑子做苦工 嫂子妈妈就走大运了 听说在赌场 因为一把天狐药大翻身 激动过度 猝死当场 不得不说 这就是报应 我抚摸着运度 享受着娘家爸妈 和婆家爸妈关切的老道 至于宋自强亲生爸妈如何 管他呢 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